我最早1998年我大学毕业以后 第一次带团来参加加监会 全世界不管是土耳其 一个公司做那个国际贸易的话 必须要参加加监会 看看那个市场的最新的款 所以我们二十几年以来一直参加加监会 从1998年开始参加广交会 至今已有超过20年的参会经历 在近日举行的第136届广交会上 艾明也没有失约 而且带领了近200人的土耳其采购团到会 吸引他们的不仅是广交会的新产品新技术 更是因为在广交会能看到各行各业最前沿的趋势 采购中国产品的那个供应商非常满意 以前是中国不是一个权威星 但是现在中国市场上是一个权威星 我们公司上参加加监会以后 看看市场的那个过了两三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 然后过七个月以后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 我们能猜出来 是因为中国已经一个权威星的一个国家 能确定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 艾明告诉记者 在本届广交会 土耳其采购商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家居用品等最感兴趣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 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国家 最近中途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很发展 最近那个中国的那个品牌的一些那个电动车 在土耳其开了一些工厂 好多土耳其的一个公司也来中国投资 互相的那个来盟 一年比一年多 作为名副其实的老广交 艾明目睹了广交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展览面积 参展企业以及产品规模 再到办证流程 住宿 交通 餐饮等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 体现出广交会平台的商业魅力 以及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 第一次我来的时候 关家会是15天 在旧馆 那个叫那个柳华馆那边聚办的 现在的家庭会比以前的家庭 有差不多20还是30倍 有一个现代的那个 你看那个建筑 以前呢 第三季全部都在一起 很难找到那个工艺上 现在比方说这里是那个房子的 对面是那个文具的 这里面是那个鞋子的 很整齐嘛 除了带领土耳其采购团来到广交会 艾明还积极邀请许多土耳其企业 参加广交会进口展 借此平台强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 并将更多土耳其制造推向世界 他说道 我在中国读书 在中国创业 中国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希望能搭起土耳其与中国贸易的桥梁 我在中国读书 中国长大 中国开公司 中国是我的第二家 第一百三十几家一会 我希望想带过来更多的那个客人 更多的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供应商 希望那个组织更多人的那个活动 我有这种的一个理想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是那个中国 中国和那个土耳其之间的一个桥 明年我们再见